这位念法律系的大四学生 他叫魏小贩 那么一年多前的时候呢 他用三万块钱创业卖爆米花 经过了好几个不眠不休的夜晚 研发出了奶油跟糖分的这个成分之后 那么他从东海的一个小小的摊贩开始做起来 现在呢 从北到南已经有六个分店了 每天至少卖出四百包的爆米花 他的年收入超过百万元 玉米粒在高温的铁缸里 哔哔哔哔哔作响 超浓郁的奶油香味扑鼻而来 往后头一瞧 人潮多到得排去另一边的马路上 你刚刚在这边等了多久 半小时吧 大概二十分而已 女朋友喜欢吃啊 真的不夸张 卖爆米花老板就是他 才大四的魏小凡是东海法律系的学生 一年多前用三万元在东海夜市卖爆米花 小小摊位 一个月就三十万元的营业额 但是他说生意好真的不是侥幸 有的糖吃得很甜但是会腻 有的它其实不是太腻 可是它可以让爆米花变得比较香比较脆 你吃了多久 就一直吃一直吃 到现在都还在试啊 就是靠自个研发的奶油跟糖 这股独特的奶油味 让这一包才二十五元的爆米花 现在全省已经开了六家分店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也不太有人知道啊 对啊 就摆一台机器在这边 然后就自己开始在这边玩 正常的话 平常日大概三四百份吧 对平常日 那假日的话就会再多一点点 其实当初为同学只是喜欢吃爆米花 不断尝试出自己最满意的口味 虽然家人并不看好 但现在他年收超过百万 还没有毕业 就已经赚到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专闲理梦章方品文台中采访报导 检查广章方法 有免莽的年轻人 就是妈妈啊